所以說像我們是平日入住一伯二食的話 大概是SX 很便宜欸 超級便宜 我們今天要來住親子飯店 怎麼樣?我們今天是什麼? 住飯店不停歇是不是? 我們今天入住的是岳川 岳川酒店的位置我覺得非常的好 它其實還蠻靠近市區的 離我們最愛的北門綠豆沙牛奶 開車大概3到5分鐘 這個位置超酷的喔 隔壁就是全點 什麼85度C便利商店全點都在 就是很方便 然後岳川呢 他們其實在親子這一塊的規劃也是規劃的非常好 它旁邊的熱咖啡廳的點心喔 可以吃喔?自取 而且到晚上8點多 等一下來拿一下 然後你看他們家的LOGO 就是他們家的吉祥物 就是這兩隻 男生的話就是乖乖 女生的話就是呆呆 然後你看這裡還有乖乖跟呆呆 很可愛嗎? 這裡還有賣一些小朋友的玩具 還有辦手禮 你看這裡還有冰紅茶 冰檸檬水 然後這裡有這種休息區 然後呢這裡有整整的有這樣子 你看一整排 還有我最愛吃的 咖哩咖哩甜的 對這些都隨你吃 我們下午4點要來參加有活動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 接下來我們就去房間 進房間你就興奮了 哇 好大的房間喔 然後這個是嬰兒廠 等一下可能會請他側走 不過他們就是都有為小朋友準備 然後這裡還有彈珠台耶 有趣喔 裡面呢還有幫小朋友準備一些書籍啊 然後這裡還有玩具 然後還有跳跳馬 然後這裡還有玩具 喔 你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不看整個宜蘭喔 這個是彩繪主題法 蠻可愛的 它有消毒國 所以有帶小朋友的就不用怕 它這邊也有這個床圍 好首先呢我們先來看它的迷你吧 它有豆奶 喔 玉美的低醣豆奶 我看到有豆奶跟糙米奶 你好像剛剛在講上話 然後就是 糙米 然後宜蘭的 就是小零食啦 嗯 空箱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 空的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衣櫃 它的衣櫃其實蠻大的 這個大小是行李箱可以整個塞進去的 它這邊放行李 它這邊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衣櫃 然後這裡還有這麼長的一張桌 真的是很爽 再過來就是浴室 浴室 有浴缸 這裡有浴缸 三絲分離 然後它也有 小朋友找房 對 它這裡有附這個耶 附浴劑 噢泡澡的 寶貝的沐浴巾 是上山才要的 它的浴室也是蠻大間的 可是它的門蠻特別的 你關起來給它 它的是長條型的房間 它是這樣子關起來的 最爽的就是它的這個 超級大的金尺寸的雙門蠻 它有那個 哇 這是什麼 它是小美希 小美希 播放周杰倫的歌 喔 讚喔 很屌耶 它是智慧房間耶 小美希 幫我打開電視 OMG OK 這個就是他們家的電視 還蠻大的 開頭影 很讚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它這裡呢 還有很多的活動跟遊戲 等一下就帶大家去看看 等一下見 哇 波波你看 哇 他們拿到蠻多 很高分 它這裡還有很多的書 可以讓小朋友拿回去看 然後重點是這些車車 超可愛 你可以開回自己的房間 那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去 越川最棒的一個 小朋友最愛的地方 那就是 綠野仙中 親自館 哇 嗚 嗚 好大的遊樂室 你有看到你的這樣 撲開嗎 超好笑 我不懂 請回放 這裡 它這裡還有很多這種辦家家酒 這裡還有這種車車欸 超酷的 OK 它這邊還有呢 開心躲躲誘嬰區 就是小小朋友會玩的地方 然後這裡還有電動遊樂區 還可以賽車打電動 超酷的 其實我就很喜歡這種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室內遊樂場 這幾天宜蘭都下雨 像他們這裡就有這種還蠻大的一個室內遊樂場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如果下雨的話怎麼辦 他一定有地方可以讓他放電 那我們等一下呢 要去參加他們這個兩歲以上就可以參加了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那我們等一下見 穿這個就可以買買喔 因為旁邊就是全聯 然後他這裡就是有一個活動14點 每個小朋友有一百塊 帶他們當一個小小貨物員 因為你可以去買 等於是你的房費立刻減免一百塊十一 超爽 但是他現在不爽 因為剛剛玩到一半 就跟你說了吧 旁邊就是一百塊在貨物資 他等一下放上面的時候 應該放什麼都可以 至少要放三樣 那價錢要幫我抓在 九十七塊錢到一百塊錢之間 當你的價錢 要幫我拍照拍下來 這個太貴了 這個超過一百塊 你超飆的小朋友 你這個爸爸等一下再買 好鮑魚拿好了 好鮑魚拿 走 夠了 不是啊 我是來省一百塊的 怎麼會 請自願收贏了 他要買這個cookie嗎 要幫他拍照 要不要egg 好 那你拿一個 好 好 再來 你又不聽嗎 波波 好不好 那個要另外結帳 我覺得蠻好玩的 可是你兒子有點不在狀況 而且我們買98塊 好強喔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要去吃晚餐 Let's go 那我們今天的晚餐呢 就是在他們的西餐廳用餐 老實說我看到他的這個 Buffet裡面的內容 我真的是超級興奮 你現在看到呢 他有一些像烤鴨啊 然後還有生魚片等等等等等等 非常多選擇 最好奇的是 這旁邊這個松露奶油雞 感覺就很誘人 喔 這個燉飯好香喔 蠻厲害的 再過來我們來試試他的鴨血 我今天才在想說 好想吃那個麻辣鴨血超動 結果想不到晚上就吃到麻辣鴨血 他很入味 再過來呢 試試看他的牛排 牛排就還好 他不只有中式的 他還有這種港式的叉燒包 我給大家看一下 哇 麥炸 好吃 他的縣主區呢 他有蛤蜊湯 還有麵 喔 這蛤蜊湯很讚 好的 默默拿了哪些東西呢 默默吃這種Buffet 都吃得很清淡 好的 感謝我親愛的老婆 幫我拿了這個烤鴨 我覺得他的烤鴨 也是偏瘦肉居多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胖 因為我吃烤鴨 也是喜歡吃那種 皮肉之間的那個油脂 我根本覺得就是 還蠻滿意的 那我也蠻期待明天的早餐 因為呢 是在同一間餐廳 所以我就不特別拍 那我也許會拍在生活頻道 所以大家可以去生活頻道看 他們的早餐是長什麼樣子 那等一下晚上的時候呢 Buffet 要跟兒子呢 享受一起泡澡的時光 對 你們昨天不就享受過 我昨天那個是大預期 那不一樣 可是默默你好像都沒有跟Buffet 一起洗過泡澡澡 我還要洗頭 我頭髮這麼長 你要讓姑姑透過實際洗澡的過程 跟她認識說 原來有男生女生不一樣的狀況 對不對 OK 好的 那我就趕快再去裝東西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明天見 明天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床好不好睡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這一趟我們花了多少錢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見 Let's go OK 好的 我們已經退房了 那我覺得呢 整體住起來 她的床也很大 超好睡 對 昨天我們把床冰起來 然後Buffet就從媽咪那邊 然後咕咕滾滾滾滾到我這邊 然後就Buffet 就媽媽那邊 又一直過來過來去啊 大半夜那邊滾來滾去 然後呢 其實今天因為下雨喔 它有一個東西很好玩 但沒有開放 就是在餐廳外面有一個小火車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畫面這樣 就外面呢有一個圍繞著餐廳的一個小火車可以坐 因為下雨 所以就沒有開放了 對 就有點可惜 它的早餐我覺得相對就比較 沒有昨天晚上那麼驚嚴 就是普通一點點 那再過來最重要的就是價格喔 那小朋友如果未滿六歲的話呢 是不計價的 所以說呢 像我們是平日入住一博二十的話 大概是四千五百塊 欸 很便宜耶 今天很少 有這種價格吧 超級便宜 我覺得真的超級便宜 那因為我們有升等到彩繪房型的話 目前的優惠的話呢 如果升等就只需要加一千塊 所以我們總共呢 這一趟總共花了五千五百塊 真的是還蠻划算 它整個室內設施啊 活動我覺得安排的都很好 啊 還要減一百塊 昨天全聯那個一百塊 小小購物園 所以說我覺得 如果你是要來宜蘭 不是去郊區喔 我是說的是 比如說比較靠近市區一點 想去買這個北門魚豆沙牛奶的話 我覺得住這個位置是非常棒的 那但是因為價格的部分呢 依照不同的時間 價格都不一樣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去他們的官網 以官網公布的價格為主 好啦 那如果還有什麼推薦宜蘭 值得我們去住住看 或者是體驗看看的話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或許下一次我們又要再來宜蘭的時候 我們可以翻出這個影片的留言做參考 好的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給你身邊 有小朋友的爸媽 那最後呢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到Facebook和IG還有Bababab 全部都訂閱起來好不好 那小鈴鐺也記得敲喔 那今年我們希望 2022挑戰10萬訂閱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跟大家拜拜 我們要走了 要夠了 我們先找翹哥 好 拜拜 哇 哎唷 一直破開 人家一直破開 一直破開 坐坐坐 拖著走 對 你找到訣竅了 太遠了 我剛剛說 不能放 這裡 拖拖 拖拖 你看